刚才我添加了一些评论内容 在小程序的内容页面上会显示内容的评论的列表 因为之前我们设置了分页显示评论 所以这里面只会显示内容的最近的十条评论 现在我们可以去给这个评论列表去添加一个分页的功能 之前介绍内容列表的时候 我们去用了一个无线加载分页内容的功能 在这个评论列表的上面 我们也可以去用一下这个无线加载的功能 打开内容页面 现在内容页面的数据里面 我可以去添加几个新的数据 添加一个total 表示内容总共有多少条评论 无论先让它等于0 再添加一个totalpages 无论也可以让它等于0 它表示的是评论的页数 currentpage先让它等于1 它表示的是当前显示的那个评论页 然后再添加一个isearth 让它等于false 找到getcomments这个方法 得到了评论数据以后 要设置页面上的数据 这里我们可以先去设置一下isloading 无认 把它设置成false 再设置一下total的值 对应的值就是response响应里面的header里面的 xwptotal的值 它是内容评论的一个总共的数量 totalpages 它的值是response header里面的xwptotalpages 它是评论的页数 再把currentpage的值设置成1 然后再把isearth的值设置成false 页面触底会调用unrichbottom这个方法 在页面上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unrichbottom 在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先去把currentpage totalpages 还有isloading 从页面的数据里面拿出来用一下 下面我们可以去判断一下 如果currentpage大于等于totalpages 或者isloading 我可以直接return去不做任何的事情 下面我们再用一下this的setdata 去把页面的isloading的值设置成true 就是让页面进入加载的状态 然后让currentpage的值加上一个e 再用wxrequest去请求下一页的评论 请求的url就是apibase 再加上apiroutecomment 下回现embed这个参数的值设置成true 再添加一个page参数 它的值就是要得到的评论页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currentpage来表示 成功以后我会调用success这个方法 得到的响应可以叫它response 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comments 它的值用一下listtransformcomments 这个方法去处理一下响应里面的data 再设置一下这个comments 一个数组 里面我们可以先把listdatacomments里面的东西 拿出来放进去 再把上面的comments里面的项面也放进来 下面再用一下listsetdata就设置一下页面的数据 先设置一下comments 然后是currentpage 再把isloading的值设置成false total的值可以设置成response header里面的xwptotal totalpages 甚至称response header xwptotalpages 最后再设置一下as24的值 它的值可以判断一下 currentpage 是不是大于等于totalpages 再打开内容页面的视图文件 现在文件的顶部我们可以导入一个模板 位置就是templates下面的footer.wxml 然后再找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用一下footer这个模板 一个template 模板的名字是footer 模板的data是isearth 下面再到开发者工具上面去试一下 向下滚动页面 滚动到页底的时候会触发onrichbottom 在这个方法里面我们会去请求加载下一页的评论内容 然后去把请求回来的内容直接放在页面上显示出来 回到页面的视图我们可以再做一点调整 可以把页面上用的这个spinner 也就是加载的动画放在footer的上面 回到开发者工具再试一下 滚动页面 加载下一页评论内容的时候 会在页面的底部显示一个加载的动画 你怎么把那个给弄回来了 怎么回事 你猜 不知道 他妈在录音 先出去待一会儿去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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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